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呢 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农村啊 农村发展的这些事啊 它实际上是带有很多的 隐忧的农村发展的三农问题嘛 其实三农问题啊 它实际上是一个经济社会问题 也是一个中国社会转型很重大的问题 对于这个农村发展啊 我们呢 先看一下相关的报道 在那个国家新闻周刊 新浪新闻 报道了一个传统潮汕村庄的活力与隐忧 你看这个村庄啊 小孩放学后 就在村庄的磁堂门前玩闹 老人们呢 背着手在村子里夺来夺去 中年人骑着电瓶车来往穿梭 在城乡结合部 一条破破烂烂的马路两旁 聚集着炸钢鞋服务加工厂和机电配套店铺 企业主呢 就是附近的村民经营友方的人 一年可以创造百万收入 当地呢 至今啊 仍相信多子多福 父母为孩子的积累好了 成家立业的本钱 以便年轻人呢 无后顾之忧的生育下一代 为了避免啊 不同观念带来的冲突 他们不希望孩子跟外地的年轻人结婚 孩子呢 也不可能走得太远 相比上海 其实可能福州啊 已经是他们所能承担的极限 你像这里头就讲了 这街阳市荣城区 仙桥街道的经济和社会活力 其实呢 也让看惯了农村萧条景象的人呢 北方人呢 是很惊讶的啊 搓桥村 村之书家里 访客络绎不绝 不请自道的是长袋 一张茶桌上呢 可以从事坐着三四皮人 铁观金一炮 一坐就是一个小时 然后这个在这里啊 共同体和局外人 敬畏分明一个大村 一万多口人都统一姓氏 共同拜一个祖先 村民呢 多乐于向访客展示啊 先祖与苏东坡的交往 一本上千页的族谱里 密密麻麻的 记载着世代的能人和事与记 人情社会啊 为每个人呢 勾到了一个强大的关系网络的 紧密只是表象 由于啊 地少人多 历史上呢 村子里就 呃 内外斗争不断 主要是为了争夺啊 基本的生产资料 分裂的种子啊 也延续至今 来自不同小村的人们呢 呃 明争暗斗 无法团结 以致村庄啊 屡次错过发展良机啊 所以你看研究这些 宗族社会的 有关学者 他也写了一个传统 村庄的 活力与应由 其实看看这个报道 其实这样的村啊 很多呃可能也就是我们好多三中专家向往的事了 但是这个向往的事我们讲呢 他带有很特殊的个例 呃而且呢呃我们还要看一看呢 呃其实我们把这个鬼村给大家放一放 咱们可以看看下边这个视频啊 这是一个被人们逐渐遗忘的村落 也是河北最大的无人村 现在除了偶尔的几声 狗叫和鸡叫声 街上几近空无一人 村里的年轻人 已经陆陆续续的离开了这里 原本热闹的村子逐渐变得冷清了下来 现在留下来的 只有一些生活在这里 几十年的老人 也许是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也许是去城里没有更好的生计 也许是他们离不开这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故土 那么你们觉得 他们又是为什么没有离开呢 这里的房子大多数已经荒废倒塌 处处紧闭的大门和荒草丛生的院落 无不再诉说着这里已经成为了时代的痕迹 我们看完这个视频以后 你可以看嘛 这个鬼村和那个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是好大的一个村啊 基本没人了 这里头啊 其实我们前面的话呢 三多问题我们专门说过 南方和北方差别很大啊 南方呢 青山绿水 排污好解决 去集中供水啊 干什么集中处理污水啊 都好解决 但是北方呢 在现代生活下 他这些事很难解决 而且呢 这个从交通角度来讲 这这事也说得很清楚 人家是 就是城市周边 对吧 现在其实你要知道 这大城市的城中村也发达着呢 如果再看一看呢 那他可能还没说的 没说的 你看他这里头村过得比较好的 都是一个企业主 对吧 他还有呢 其实好多是这种村过得好的 还有就是他村里的房子 可都是租给外来户 知道吧 他实际上是什么 他实际上是一个 城市周边盘剥周围人的一个存在 而且这个村的话 大家都知道 这个村集体有很大的利益 所以你知道这个河村并居 矛盾大了 你要把那个偏远的村 像鬼村似的 剩下那点里并居到这样的一个村里来 这个村你想吧 他一万多人 他全都是一个信啊 你外信基本上是进不来的 他实际上是什么 他是一个 我为什么讲 一个生存检防 你看到的话呢 是个世外桃源啊 你说好听了 世外桃源 外头进不来 但另外一个呢 他就是个信息检防 在现在的社会 信息社会下 他怎么解决 他这种信息检防下 他没有外来的廉价劳动力输血 如何解决 对吧 他的自身的资本 自身的产业 他如果这个产业的话呢 我们的产业也升级 也淘汰 他被淘汰了以后 没有足够的人才的交流交换 他如何解决 对吧 因为他现在呢 这些村的话 在中国初级经济发展的时候 他能解决 你看他这里头说的 他的产业主要是什么 什么扎钢啊 对吧 污染很大 在村里能解决 对吧 污染很大 但是他 他这些的话呢 相对出级了 扎钢啊 那个鞋服啊 做服装鞋帽的 他都是在这些 出级加工 你啊 真要对一个高科技 在一个干什么的话 以后的话呢 主要产业要靠向高科技 转移的时候 怎么解决 对吧 他虽然说 他这是一个村 但是可以说 人多地少 没有多少地了 他也不算是农村了 他实际上是什么呢 他已经应该是什么 小城镇 城镇的社会问题 他不是个三农问题 但是现在 很多时候 什么那个 三农专家 把他这些都会 要化成三农问题 他实际上 已经应该说是转为 城镇是比较合理的 而且转为这个城镇呢 前面我们也分析了 伤人社会和熟人社会 它是一个高度的熟人社会 而且高度的宗法社会 或者是血缘社会 然后他这个血缘社会下边呢 还有好多的矛盾 其实在现代化这个进程当中啊 他实际上是阻碍现代化发展的 以后的话呢 他也会成为一些不稳定因素 这个的话好像很难叫乡村振兴 还是靠什么振兴 他这些产业 那而且这些产业 靠的还是外来劳动力 以后呢 要没有那么多外来劳动力又如何 对吧 他实际上已经是在一个减房里了 他另外呢 他要依靠的就是什么 这些村虽然说地少 但他靠的城市 那他要土地的转移支付 对吧 你现在很多的那个 在大城市城中村 他们这些村的财产 那就是因为他那个地能收租啊 那就是实际上是一个国家 来往土地里的投入嘛 把这事都看清楚 对吧 所以对于有些事啊 这些村庄的发展 其实有些的话呢 我们讲传统 讲宗族 但是那个呢 已经属于农烈社会了 它并不是一个现代的社会 你这样的这种农村 发展出来会怎么样 就是他已经提了这个隐忧了 虽然说比起那个鬼村来 它繁荣的多 但是下一步下一代 如何的发展 对吧 因为他这些下一代的话 他是否呢 能吃苦干活 他原来的话呢 他实际上已经是靠着这土地 靠着什么 他已经成为了一个实力阶层 都是外来人在这打工 他这些实力阶层的后几代 如何发展 其实现在呢 对于这个南方的城中的 这些宗族的这些村 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原来是要三农问题 现在呢 应该叫做什么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它已经啊 化到这个城市的范围了 是这样的状态 而且呢 这个城市的范围 就是他们的现代化问题 他们已经不是干农业的了 对吧 他们也不是农民了 他那地方也不能叫 简单叫农村了 你叫乡村可能还可以 但是他不是农村了 他不是农民了 他也不从事农业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 这个转型后会如何 对吧 他可能会是一个城市社会问题 而且这样的宗族呢 下几代以后会什么样 因为这个社会变化也太快了 对吧 而且他们的这些产业 是否还能赚钱 是否还能有外来的打工的 给他们赚钱 这个优患还是很多的 谢谢观看 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再见